净土圣贤路 民国原职城 民国时期有位原职城居士 名立真 法名智职 江苏武晋人 他从小就非常孝顺 并且又爱兄弟 年长后喜欢儒学 认为佛教是异端而不足为道 平日里 他自己的生活极其简朴 但接济周边的亲朋好友时 却从不吝啬 步入中年后 原职城居士 以道员身份在湖北做官 曾担任造壁厂厂长 后来又去东三省 担任过交通银行经理和政务厅厅长等职务 在他五十岁时 原职城居士的儿子 原行远 劝他信佛 他却很不高兴 晚餐时 儿子又一次哭着恳求父亲学活 但原职城居士仍然没有转变心意 儿子说 父亲 就像盘中的菜 如果不亲自尝过 您能知道他的滋味吗 原职城居士回答道 呃 不尝过 肯定是不知道的呀 儿子又继续说 没有读过佛经 却诋毁佛法不足为道 是不是就如同不肯尝菜 就断定这个菜无味 是一个道理呢 原职城居士无奈 只好说 那我暂且依从你的请求 誓行简阅一两册佛典 让我来读读吧 原行远 随即拿了 《镜中镜右镜》和《龙书镜土文》 给父亲阅读 原职城居士读了几天后 恍然大悟 随即发愿信佛 令全家吃素 并在印光大师座下归依了三宝 他每天都规定有念佛的功课 对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 尤其觉得读起来津津有味 但对持明念佛还不是十分恳切 五十五岁时 原职城居士忽然患了脑溢血 西医 西医说不能再吃肉了 他回答道 我已经吃素五年了 医生 医生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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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民国二十七年 即公元一九三八年二月 原职城居士口述遗嘱 之后再有人问及家事 他都不答一字 六月的一天 他忽然告诉家人说 我将在明年五月十八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妻子问道 是你梦到的吗 他说 不是 我自然而然知道的 第二年端午节过后 原职城居士 突然又生重病 大吐三甜 然后告诉家人说 还得麻烦你们 再等十天 我的生死大事 才能了却 家人看他的样子 猜测很难熬过十天 随即全家开始念佛 昼夜不停 并且请了四位比丘尼 轮流为其助念 家人常在耳边告诉他 切勿失去正念 他回答道 我早已一心不乱了 后来 原职城居士 突然开始背诵西方发愿文 一边喘气 一边背诵 背诵完之后 又大笑 并嘱咐家人 把床移到佛像边 勉强举起双手 抱住佛像 做皈依的样子 平时 原职城居士 都习惯做邪卧 十六日 却忽然转为又邪卧 家人问他原因 他说要面向西方 十八日下午 你当往生西方净土 十七日 原职城居士 把儿子叫到身边说 我梦见观音菩萨了 告诉我 明天下午 当往生净土 结果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五月十八日 从下午四点左右开始 原职城居士 就目不转 精的注视着佛像 阿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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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我真如他一年前 预知的日期一样 在当天下午六点左右 安详 安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年六十四岁 原职城居士 全身冷却后 头顶发热 一直到隔日早晨 他的头顶仍有温热 三日后入恋 容貌面色和生前一样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异筹 至少